2021F1赛季比到现在 至今为止为一众车粉带来了无数经典对决场面 而对于同为争冠大热的大牛来说 今年赛季富具独特意义 早在去年年关将至之时 本田宣布将在2021赛季完结之时退出F1 而这一次可能意味曾在80至90年代帮助威廉士 及McLaren创造王朝的幕后推手 将可能永久在最高殿堂至此不复返 然而本田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2015年二度回国之时 与McLaren扩别30年再度合作 却因为经验不足及整体设计的错误 导致McLaren迅速陷入谷底 不禁让人好奇曾经在场上最强的组合发生了什么问题 而提到McLaren与本田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 在涡轮增压动力开始受到限制之际 帮助威廉士完成二连霸的本田转与McLaren联手 加上当时最强的车手加盟 所以造就了涡轮增压年代当中最后同时也最强大的赛车 这集主题就来一看 在涡轮增压末年海放众生的史上最强赛车 MP4-4 时间拉回到1987年赛季 Porsche所承制的Tag V6动力逐渐于本田出现差距 在当年虽然靠着Allen Pors拿下三次分战冠军 并在车队榜排上第二 整体竞争力早已遭到使用本田动力 由Nielsen Piquet 以及Nagel Mansell当家的威廉士抛个老远 不过在87年赛季进行之际 本田高层因看不惯威廉士放任两车手之间恶斗 而非策略性支持Piquet 另一方面是威廉士选择在87年维持阵容 而非将本田所指望的车手中导物收归其下 两大导火线让本田决定在87年赛季结束后 终止与威廉士的合作 而签下了中导物的莲花车队 同时也获得了本田动力加持 当年的车队主力Atom Senna 在本田的优先帮忙下 在摩纳哥及底特律拿下二联胜首次进入积分榜前三 然而 Senna仍对车队现有实力不满足 同时Pors也向高层提议招募 Senna后 在当年意大利战后宣布将在来年加入Maclaren 而与Senna早已建立互信关系的本田 也因为看见了Maclaren的竞争力 因而决定在88年与Senna一并跳槽 而在Maclaren这边 车队总监Ron Dennis在祭出 成功研览了Brabham车队技术总监 在未来催生出经典超跑 Maclaren F1的设计鬼才Golden Murray 搭配上车队工程部门总监Steve Nichols 总设计师Neil O'Adeley 以及车队御用空力专家Bob Bell 强大车手阵容 本田动力加持及天才工程团队都到齐之后 Maclaren在88年赛季的战居可看性早已不在话下 然而在1988年赛季 对于持续使用涡轮增压动力的车队来说 要面对的除了来年改例之时的开发阵痛外 在88年赛会收紧相关限制 对于车队竞争力十足堪忧 早在1987赛季 FIA确定将会在1989年起全面禁止增压动力的使用 由3.5升V10自然进气动力取而代之 并同时设立奖项鼓励使用自然进气动力的车队 因此在87年赛季 除了车手世界冠军外 赛会还特地开设了Jim Clark 以及Colin Chapman Trophy 以奖励使用自然进气动力车队及车手 与此同时 FIA再度收紧88年引擎限制规则 将涡轮动力4.0bar的最大增压上线下修至2.5bar 油箱容量从195公升下压至150公升 意味在动力输出减少同时 油耗管控势必更加紧缩以限制车手PUSH的力度 黄提在来年改例之时 重新开发动力势必影响车队竞争力 不过本田早在87年末为应对改例就同时着手了3.5升V10引擎的研发工作 并在当年以改动外型的MP4-4B赛车作为测试用车 体制后的赛力大改进行超前部署 由于应对来年的改例 众家大厂都选择以87年赛季的车辆为框架进行升级 并且大幅转移资源到自然进气动力车辆的开发工作上 因此Maclaren在当时 辅成为厂上为数不多搬出全新赛车惨战的车场 表面上MP4-4的整体设计是由Steve Nico所操刀 然而技术总监Golden Murray才是真正影响车辆格局的关键人物 早在1986赛季 Golden仍在Brabham车队担任技术总监之时 当年所办出的Brabham BT55赛车 将车辆比头面积缩至最小并且将车体重心压至最低 独树一格的车体设计理论上会是一辆在直路上速度极快 并且不会在弯路上损失过多下压力的赛车 然而让BT55赛车失败的最大元凶 其实源自BMW的引擎 直立四缸格局除了天生重心偏高 因而破坏车辆的整体动态格局外 更因为可靠度不佳时常退赛 在87年Golden被Ron Dennis招募进Maclaren之后 实现曾经在Brabham的未经之夜 似乎成了头号任务 因此在MP4-4的车体设计上 多少也能看到BT55赛车的影子 相较于前一年的MP4-3赛车 鼻头面积大幅缩小之余 动力断变得更加紧凑 本田为了因应88年的增压系数下调及油箱缩小 并非选择升级原先的RA1671 而是重新开发了一具RA1681V6引擎 避免上季时常出现的赛事后段失效问题 以账面数据而言 可以有650-700马力的输出 动力体积缩小之际让车体能尽可能收窄 Maclaren也与Viceman因而重新开发了一整组变速箱 应对本田动力 由Golden所主导的车辆设计 整车重心下压加上鼻头加长 代表车手必须以半握躺的姿势驾驶 在最一开始也引来了身高较为低矮的 Alan Prost的不习惯 在短暂测试及车队及时修正问题后 惊人的车辆表现也让Pros由不习惯转为期待 为应对全年的赛季前后打造了6辆赛车 有了Golden Murray的设计理念 加上场上最具竞争力的本田动力 在88赛季Maclaren似乎大有可为 Maclaren仅在祭出在Emala进行短暂的测试之后 1988赛季便随之展开 年度开关站位于巴西里约 现今变成奥运园区的Nielsen PK国际赛道开跑 在4月2日排位赛 Sena在周六的Q2刷出了1分28.096的单圈 抢下的甘位 比排在第二 驾驶Jolt自然进气V10动力威廉士赛车的 Nigel Mansell的1分28.632还快上了半秒以上 队友Pros排在第三 然而在隔天的正赛 Sena在暖胎圈就发生排挡机制故障 近战换车续战意味将从维修区起跑 代表将由Mansell带头发车 在起跑之后 Pros成功在第一弯前爬上领先并一路拉开 与此同时 Sena自维修区起跑之后一路爬升名次 Mansell在第18圈因动力过热退赛之后 已经爬上第二 整场的正赛也显示 拥有动力优势的涡轮增压赛车 在直路时得以轻松刷过自然竞技赛车 然而Sena的逆袭大戏 却因赛前换车遭到判定违规 在第31圈始遭出示黑旗要求下场后提前拜拜 于是年度开关战就由Allen Pross拿下 并且清一色由涡轮增压动力赛车占据积分圈 Maclaren的开季有了不错的开始 而在三个星期之后 与Emila举行的圣马利诺战 Maclaren在Q2之后 似乎也间接暗示今年其余车队只有增第二的份 Sena以1分27.148抢下甘位 Pros以1分27.919排在第二 而排在第三 莲花车队的Nielsen Piquet开始 已经是1分30秒之后的单圈 至少2.2秒起跳的差距 周日的正赛 Sena在起跑后就一路领先 Pros发生起跑失误一度掉到第六 花了8圈的时间重回第二 最终由Sena完成Port Twin Pros仅跟起后拿下第二 两车充限时仅2.3秒差距 但也就这两辆Maclaren跑满60圈 并且将场上到第三名为止 所有车手都至少套了一圈 此时其余车队已经意识到 在88年赛季想要拿到胜场 除非两辆Maclaren同时自爆 否则想都别想 而在两周之后 年度第三战疑失蒙蒂卡罗 上一年在此夺胜的Sena 在周六排位赛再次如入无人之境 以1分23.998 比队友快上1.4秒 以及比第三名快上2.7秒的单圈抢下甘位 而在隔日的正赛 领头起跑并一路拉开差距的Sena 到60圈之后逐渐被PROX追上 在第67圈一次短暂的恍生 整车在进隧道前的Portier弯路 失控上墙因而退赛 下车之后并没有立刻返回维修区 而是回到自家住处并断绝与外界的联系 直到傍晚才回到维修区 在赛后Sena公开对媒体的表示 在驾驶赛车时 他感觉已经不是用个人的意识在驾驶 而是身处在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之内 不断推进 在起跑之后因换挡失误 遭到红军的Gerhard Berger超车的PROX 在第54圈成功反超之后 便一路拉近与Sena的差距 随后在Sena退赛同时 以史上第一位达成生涯30胜车手之姿 拿下分战冠军 冲线时领先来到20秒钟 等同完全海放其他车队 在摩纳哥战之后 麦克拉人在接下来的墨西哥、加拿大、底特律以及法国四站接连完成1&2 Sena及PROX各取两贯 而时间来到7月份 F1回到赛事起源地英国站 麦克拉人带上进气装置更新 两车却难得因装置设计不当出现车辆平衡问题 Sena还因此在自由练习两度spinout 两车由于找不出问题因此在排位赛阶段首次措施干位 不过这也是整季麦克拉人措施唯一的一次干位 而在隔天正赛阶段就在与世不断下开跑 以第三起跑的Sena 在第13圈成功解决掉Bagger之后便一路领先 以23秒钟领先幅度赢下88年第四胜 PROX却因转向出现问题因而退赛 而在两周之后的德国站 排位赛阶段两辆麦克拉人双双在1、2号弯之间直入 以333公里刷新当季最速 比当时同为涡轮增压动力的红军快上5公里 更比自然进气动力赛车最速快上至少20公里 当日排位赛再度由麦克拉人以至少1.3秒差距封锁头牌 随后麦克拉人再度以1、2名完赛 而这股气势也随之在匈牙利及比利时两站 分别以至少30及45秒差距完成1&2之后成功延续 而在比利时的1&2之后 也让麦克拉人提前问鼎1988车队世界冠军 不过到了意大利战 虽然在排位赛再次封锁头牌 在周日的正赛 Prosse却因难得的动力失效因而退赛 而一路领跑的Sena在第49圈准备套圈威廉士代班车手 Jean-Louis Schleser时 Schleser一个刹车锁死下发生碰撞因而退赛 在Monza的正赛最惊喜由红军当家 Gheberga及Micheli Abrezzo拿下1&2 对红军而言 在自家主场夺胜无疑是纪念在1个多月以前离世的创办人 Enzo的最佳方式 随着赛季进入倒数阶段 以及麦克拉人在比利时战后提前登顶 整季的焦点于是转向Sena及Prosse之间的内战 Sena善于将车辆推到最极限 Prosse则是出了名的稳定 两车手之间不同的驾驶风格 加上极为接近的速度 让整个冠军争夺战开始有了烟消味 而两车手在葡萄牙战第一次擦枪走火 历经两次放弃起跑之后 Sena在第三次起跑后要到领先 在进第二圈时 遭到Prosse跟住低压带拉近 随后Sena一次关门的动作 险些让Prosse高速上墙 仍挡不住Prosse要上领先 与此同时Sena出现燃油毒素异常 在赛事末段慢了下来 最终拿下第六 Prosse问鼎当季第五次分战胜利 赛后两人之间相互指控不合理变现防守 Prosse指Sena在第二圈一开始的变现 有阻挡先移 Sena则反控Prosse在起跑时的向左偏移 可能随时让他开上草地 两车手之间的恩怨情仇 也就在此开启第一章节 无独有偶 Sena在西班牙战再次发生油量毒素异常 于是分战冠军再度拱手让给Prosse 此时赛季剩下最后的两战 Prosse有着5分领先 然而在整体竞争态势却对Prosse相对不利 刚好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当时的计分规则 在1988年赛季 当年计分规则会采计16场正赛当中 成绩最佳的11场正赛 然而此种计分规则对于玩赛率高 但胜场数少的车手相当不利 Sena在14场正赛后拿下7胜 两次第二同时第四及第六名各一次累积79分 而Prosse则是6胜加5次第二累积84分 倘若Sena在任何一战夺胜 代表拿到9分同时可以丢弃第六名的那一分 反而Prosse一次只能增加3分 可能一次被追回大量积分加上胜场劣势 以为Prosse必须在最后两战都拿下分战冠军 方有机会带走生涯第三冠 反而Sena只需在最后两场正赛再拿到一胜 日本战基本上等同一战分胜负 在排位赛之后Sena再次击败Pros抢得先机 未了要在正赛起跑时 难得发生叼掐卡在起跑区 好在临路赛道起跑区的一路下坡 让Sena等于再次将车辆发动 掉到第14名后开始疯狂后追 第14圈开始的降雨更进一步帮助Sena推进 而一路领跑的Prosse在决胜关头 却发生变速箱异常因而掉速 Sena在第28圈超车Prosse之后就一路不回头 此时大事已定Sena在拿下分战冠军 同时积分大进步超车Prosse 凭借整年八胜绝对优势 拿下生涯首座世界冠军 澳洲年度最终战也因为胜负早晨定局而变成过场 Prosse拿下分战冠军替Maclaren完成赛季最后一里路 波轮增压黄金年代画上休止服同时 为期24年的自然进气时代就此拉开序幕 赛季在完结之后 Sena由于胜场数字较多 加上第二名刚好三次因而拿下生涯首次世界冠军 整计下来两队友之间对决 在MP4-4赛车狂暴的性能加持下 刷新了不少赛事记录 16场分战下来拿了15次甘位 12次封锁头牌 正赛10次1&2 以及夸张的15次分战冠军 9×38胜率至今仍是无可撼动的天花板 而以正赛数据来看 一直到英国站Gahar Berger拿下甘位后 才首次有飞Maclaren的车手0跑 拳击1031单圈合计0跑1003圈 此等夸张的数据 放到今时今日 连在16年21胜19的冰史都难以匹敌 单场正赛与其余车队平均能拉出40秒差距 圣马利诺以及底特律两站更是无情套圈全场其他车队 全季累积199分83%的得分率直到2016赛季才被冰史打破 强大的竞争力也让MP4-4厂下获奖无数 被众多F1工程师及设计师票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F1赛车 AutoSport杂志也在1988年底将MP4-4评选为年度赛车 并在随后获选为20世纪最伟大赛车头衔 统治赛场的情况甚至超越数年前Hamilton及Rospear当家的冰史 提到MP4-4的成功多少和赛季的背景脱不了关系 论整体数据的话MP4-4并非史上最快的赛车 单圈甚至比前一年的FW11B慢上至少两秒 但这多少也和动力限制改动有其关联性 有鉴于增压限制及油料限制的更动 本田全新开发动力相对于利用旧动力升级车辆 在88年赛季得以更加来去自如 加上当时主要的自然进气动力Costworth以及JUD 输出稳定度仍不及涡轮增压动力 在竞争力上自然有其差别 而Golden Murray的车体设计加上本田动力 正好成就了在BT55赛车的未经之夜 加上Sena及Pros两位厂上最强的车手 恰好发挥了车辆的极限及稳定性 理想的车体设计、最强动力、最强车手加上过度赛季的BUFF下 进而帮助Maclaren与本田合作的第一年就直冲巅峰 当然也开启了另一个车手互斗的时代 那么这一集就到这边了 提到Maclaren的过往辉煌成绩一定少不了与本田合作的那几年 尤其在第一年合作就能搅出如此一面倒的战绩更实属难得 那么对于MP4-4赛车的看法为何也欢迎下方讨论 那么就下部片再见 拜拜